自2023年10月27日开始的行动以来,果敢同盟军一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们在自身装备严重落后,几乎没有重武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攻占了老街市区外。 以史为尽,可以知心替,以人为尽,可以名得诗,欢迎订阅真正历史。 免军老街最高指挥投降,并现身现场,与同盟军聊天。 在聊天中,吞吞敏准将用不太标准的中文说,老免,带不起啊。 免军吞吞敏准将在老街中占据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受敏昂来所托。 空想老街米线勾司令部,充当老街军政总指挥,因此,吞吞敏的到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人们普遍认为他是敏昂来亲信,并在危难之时为以重任,企图历览狂澜,拯救老街。 国感同盟军粉碎免军防 如今,国感地区的局势已经揭晓。 而2024年的元旦刚过,就传来了一连串的好消息。 国感同盟军已经在老街一役中取得了全面胜利,缅甸政府军的米线沟司令部投降。 而在2024年1月4日,老街的缅甸政府军和电诈武装民团也开始全面投降。 国感同盟军成功夺取了米线沟地区的缅甸政府军司令部,尽管总司令吞吞明准将已经失踪,但米线沟的缅甸政府军士兵集体投降,交出了米线沟司令部的全部装备,其中不乏装甲车辆,122毫米和155毫米榴弹炮,以及大量弹药。 国感同盟军的投降不杀战俘政策得到了实践,并且开始安排缅军士兵返乡,缅甸政府军官兵只需交出所有武器装备和弹药,而个人物品则不会被没收,他们可以自由离开。 2024年1月4日,已经投降的缅甸政府军官兵的家属准备乘车回家。 而高级军官则会留下作为重要俘虏,但他们的待遇也将不会差,甚至还有一些技术人才可能会留下。 虽然他们不会被强行留下,但同盟军方面提供的条件绝对令人心动,在南天门山,似乎还在进行炮战。 而缅甸政府军在前线司令部投降后,残余的守军已无法改变局势,他们也无法坚守太久,虽然拖延了一段时间,但最终他们也不得不投降。 根据联军方面的报告,共有2123名缅甸政府军成员投降,其中包括228名军官,1895名士兵。 以及1601名隋军家属,此外,联军缴获了2043支枪支,139辆摩托车,120辆小车和42辆大车。 这一进展出乎意料,众所周知,缅甸政府军无法坚守老街,但没人预料到进展会如此顺利, 竟然能迫使2000多名缅甸政府军成员放下武器,并且缴获大批武器装备,老街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老街及其周边的缅甸政府军已经被歼灭,不再构成威胁。 缅甸政府军或许只能通过轰炸老街来发现怒火,但并不能改变地面形势,在另一战事进展中。 缅甸同盟军攻占了前缅甸地区的实际控制者,电炸集团重要投目白锁城的豪宅,及所谓的白家大院。 缅北冲突,最后会以何种形式结束? 木姐周边,即木姐,腊树公路线,基本被德昂军,茶叶军,同盟军给分了,现在就剩下木姐本身了。 木姐从来都是在缅甸政府军手上,哪怕是国民党残军,50-61年,那么牛逼的阶段,木姐也是缅甸政府军实际上掌控着。 对于木姐的归属,其实就是某东方大国一个眼神的问题。 最简单的,让蜡树机场的几十架无人机能飞起来,德昂军肯定完蛋,而且可以对德昂军形成单方面的屠杀。 蜡树的归属,米昂来武装,直接把蜡树的桥给炸了,是真炸,桥蹲子都坏掉了。 所谓的三兄弟联盟没有那么厉害的工程兵,连重武器都没有,打不下去的。 因此蜡树的就是以那两座桥为分界线,进行划分,北面的归德昂与同盟军。 桂盖,南帕嘎战斗激烈。 1月4日是缅甸独立日,今天缅甸军政府宣布,在全国将释放9700多名囚犯。 包括9652名囚犯。 同时驱逐114名外籍囚犯等,根据缅甸反对派,支持解放政治犯的名单中技术。 自军方接管政权以来,已有超过25000名囚犯被捕。 缅北方面,自去年底29日开始到现在,德昂军在桂盖, 克清军在南帕嘎持续于缅军激战。 据德昂军发言人向外国新闻介绍了当前的战斗情况, 目前,桂盖拉罗大坝仍然矗立着。 在这座城外,我们先攻打宝塔山,已经战斗过去了6天, 至今战斗依然激烈进行着。 当德昂军每次袭击宝塔山时, 缅军都会派飞机从空中对德昂军发动攻击。 今天早上,缅军在桂盖市中心空投了炸弹, 造成5名平民受伤。 在城乡接合部,也与缅军发生了多起战斗, 有平民家庭受到影响,许多房屋被毁。 由于缅空军无差别轰炸,很多房屋被毁, 修道院,学校,市场很多都遭到炸毁。 有家医院,据说住院区移动四层楼房倒塌, 有6人遇难。 自29日战斗开始以来,电话线已切断, 因离开中缅边境过远。 中国的电信信号很弱, 只能多次尝试连接, 或使用带有卫星信号的手机作为战时联系。 克钦独立军信息官诺布上校, 也回答了外国新闻记者的询问。 他也阐述了是因电话无法联系, 包括南帕卡战斗的具体情况不详。 诺布上校还介绍了果敢地区老街一侧的情况, 说那里战斗仍在继续。 12月31日,有一名平民因空袭而丧生, 在C米镇,由于政府军的重武器射击, 造成了三名平民受伤。 诺布上校还说道, 一架前往Yan Mall镇南坡营地, 支援缅军的直升机被克钦独立军击落并坠毁。 具体是昨日上午10点50分左右, 地点是在缅军位于萨卡的南坡军营。 那里是缅空军运送食物的地方。 具体被击落的情况, 他也是不太清楚, 也不知道飞行员是否已经跳伞, 盟军部队现在已经去了那里。 诺布上校又谈到直升机被击落后, 缅军的战斗机也抵达了该地区周边, 并用机枪反复扫射。 据诺布上校描述喷气式战斗机来了之后, 用机枪扫射, 在那个地区, 这类爆炸事件是闻所未闻的。 1月4日是缅甸独立日, 美国国务院为纪念缅甸独立76周年, 发表了声明。 布林肯也在1月3日发表声明承诺, 美国将继续支持缅甸人民的民主和自绝权。 布林肯说, 他们将与缅甸人民站在一起, 他们将为缅甸带来稳定和安全。 他还说, 美利坚和众国一贯支持缅甸人民, 并长期以来支持缅甸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 他的讲话, 司马昭之先路人皆知, 他们那么远, 还是省省心管管自己的事情吧。 他们的到来, 总意味着战争, 与他们交好, 和平将成为另一种奢望。 果敢同盟军打得太狠了。 而白锁城豪宅的被攻占, 更是这场战役的爆点。 这座庞大的豪宅, 曾是前任缅甸总统吴登胜家族的居所。 如今却被果敢同盟军占领, 这一战果使得果敢地区, 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 更有趣的是, 在进一步的行动中, 果敢同盟军不仅成功扩大了控制区域, 还捕获了一批电炸人员。 木解地区的复杂状况, 让人不禁感到担忧, 各方利益交错, 矛盾复杂, 地区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 面对果敢同盟军的强硬行动, 缅甸政府急需寻求稳定与和解的出路, 并尊重当地居民的权益。 国际社会也不能袖手旁观, 应当加大对缅甸内战的关注力度, 推动各方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问题。 果敢地区的连串事件, 引发了广泛的议论和担忧。 我们期望各方能够以理智、 务实、包容的态度处理当前局势, 为该地区带来长期的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 这也让人不禁思考, 果敢同盟军的崛起, 是否会成为新的地区争议点, 引发更大范围的争端。 局势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争议性, 世界对果敢地区的关注将持续升温。 果敢地区的风云变换, 仿佛是一场战争的交响曲, 音符中交织着胜利的欢呼和未知的疑虑。 果敢同盟军的胜利, 不仅是对缅甸政府的一技重击, 更是对地区平衡的重新定义。 在这场混战的背后, 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局势。 感谢观看,